今天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下土豆的创新做法 土豆嘛,小玩儿最喜欢吃的蔬菜之一 所以我们就要换走花样做 首先把它切成薄一点的片 加入一点清水把表皮的淀粉洗去 洗去淀粉的土豆放上蒸锅 盖上盖子,上汽后蒸20分钟 稍微准备一点点猪肉 切一下再载成入末 再来切点芹菜花花 正经的冲发 土豆的时间真的差不多了 把它取出来 趁热的时候用勺子把它捣碎 捣成土豆泥 全部捣碎后加入淀粉 淀粉可以稍微多一点点 给它搅拌均匀 记住要放一点点盐 把底味给它调够 要不然撒锅的时候没得味 全部调匀后用手取一坨土豆泥 放到掌心 这样子搓成原子就可以了 非常的漂亮 我们做的时候尽量把它做来小过一点 土豆原子全部都搓好了 满满的一大盘 锅内下92号菜籽油稍微少一点 锅内油温五成热下入成型的土豆原子炸制 用勺子轻轻的推一下 防止粘连在一起 直接用大火一次性的把它炸至外表金黄酥香 土豆原子全部都炸至金黄了 非常的漂亮 先把它露出来避孕 这个样子炸好过后 直接蘸一点番茄酱就可以吃了 小娃儿就最喜欢蒸子吃 因为小娃儿喜欢吃嘛 我是大人 所以我要放点乳 炒散后来上一点姜蒜末 老抽酱油两斤 料酒葱墙边淋入 耗子油少许增加鲜味的水 调味一点生抽酱油 胡椒粉 滚氨酸辣 下入炸好的土豆原子 用冬火给它烧一分钟的时间 然后用水淀粉挂一个薄芡 撒上芹菜花灰 关火出锅装盘几口 出锅了 最后再撒上一点性感的葱花美味鸡撑 家常未美的土豆原子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小孩特别喜欢吃 做法又简单又复杂 复杂的原因是因为油炸了 喜欢的点赞 不喜欢的免费看完 就解散 姐姐 你们又不等我 不等 衣服都不换 妈妈 放在这里 放在这里 这是王子 对 掉了 小心点 重新夹 这里还有很多 好吃吗 来 我给你们帮过来 帮我 好吃 我也要吃一个 真好吃 吃起来非常的有弹性 很口谈 很耐用 我觉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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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